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战神一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第十三集 我是310 那么这集呢,这个录的稍稍长了一些 这个录了两张,一个是这个建筑师之墓,还有就是冥界 那下一集就是最终化了 好,也是这个感谢大家长久以来的支持 那么这边先是这个机关 刚才地上那个东西先不用去踩 咱们先到对面去 好,这里这个耐心一点,不要走太快 一般来说不会被中间那个齿轮割到 然后这边呢,先走这个右边 好,这边有一堆这个罐子 然后打开这个门 然后进去以后呢,这个放一个哈迪斯军团 就可以一路畅通无阻了 这边这些这个 这种拿镰刀的兵实在是比较恶心 那咱们就不要跟他们多啰嗦 诶 这个兵还是挺硬的 好,死了 这边呢,继续前进 然后右边会爬上来一个这个巨人 那咱们放一下这个哈迪斯军团 然后就管自己开箱子去 诶,这个魔法就是有这个好处 一边可以杀敌 一边可以管自己干活 好,把这个红红箱子开掉 旁边这个蓝绿宝箱呢就无视了 这边这个地狱犬呢 就用波塞冬之怒 当然用这个哈迪斯军团也行了 那咱们这个魔法换换用 避免这个单调 这之后面还有很多地方要用到这个哈迪斯军团 好,这边狗还是挺多的 如果说你这个不及时解决呢 他们还是会像以前一样变成这个大的三头犬 那就比较难对付了 还有 好,听到这个音效呢 说明这个消灭干净了 这边爬到这个上面去呢 诶,这个不着急推这个东西 先把他转回来 这个地方忘字掉了 先要到这个里面去拿一下这个红红宝箱 先沿着这边走 然后到这边把这个门给打开 里面有两个红红宝箱 这个红红还是比较多的 每个是三条多吧 好,拿完这个红红宝箱呢 再来转这个摇霸 把它转到这个地上有个窟窿的地方 拉一下开关 把这个石头放下去 就可以把这个地板给砸破 然后再继续转 转转转转 一直转到 注意那个石块的阴影 看他的投影压到 那个下面那块圆台的时候 哎,对 然后跑过去再拉一下 把这个东西放下去呢 压住这个圆台 好,可以看到这个门 里面是打开了一层 那这个门呢 一共是这个三重门 它是一共要压住三个机关 才能把这个门完全打开 那一个机关 刚才咱们用石头放下来压住了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在刚才打开的那个洞里面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雕像给推过去 推到那个洞里面 让它压住 好,这边这个 这个大块头掉下来呢 咱们就放一个哈迪斯军团 然后就不去管它了 咱们这边继续解谜 好,把它踢下去 哎,这边也下来一个 那咱们再放哈迪斯军团 然后回去收集一下 那边那个人死掉 死掉的时候掉了一些魂 好,这边这个也掉了一些魂 哎,这边怎么挂住了 好,然后这个东西把它压住 那这边的第二道门也打开 只剩下最后一道 那最后一道的机关在哪呢 就在刚才过来的那个存档点旁边 咱们现在要远路返回一下 好,看准时机 好,这里等一轮 然后这边踩上这个机关 对面的门呢 对面的门呢 就会打开 但是有时间限制 要赶紧赶过去 好,这边这个紧张走快些 然后到了这个地方 只要走进去 所以出发剧情的这个门 这个门就 反正关不关上 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意义也不大了 那走进去就可以看到 那个所谓的建筑师和他老婆 之前我们是掰了两个这个建筑师儿子的脑袋 用来开这个机关 那么这里是最后一个 这个应该是他老婆吧 好,这个脑袋非常硬 好,拔下来以后就可以按到上面那个窟窿那儿 好,这边门打开 咱们继续前进 哎,那边有一个这个小平台 上面好像还有两个箱子 这个红环好像比较少 估计是那个石化之眼和凤凰羽毛吧 好,这边红环够了 咱们升一下波赛东之怒 升到顶级 好,这个效果呢 就是攻击力更高 然后范围更广 然后这边还有宙斯之怒和阿特密斯之刃没有升 好,这个存档点无视 往前走呢 这里前面会有一场这个 先是走这个经典的旋转楼梯 就是这个非常经典的视角 每代都有 不过这个走到底呢 就用不着用那个赫里俄斯的脑袋照一下了 这边下面是没有隐藏宝箱的 哎,有没有啊 好像真没有 那走到这边这个传送带 这里呢 是会有一场这个强制战斗 这个地方也是有点危险的 首先是这个传送带 要是站在上面 一直不动的话 就会被滚到 这边三位老人 这个三巨头 在这守护这个盒子 那这个盒子呢 就是咱们此行的目的 前面这个传送带呢 要是被传送到边上 会被那个滚轮压到 这样会少血 然后中间那些突死的平台呢 如果你在上面站的时间太久 会被火焰喷倒 好,这里咱们贴边走 贴边走到这个地方呢 可以看到是不会引发这个战斗 这样就可以一路畅通无阻的过去了 这个比较好 适合这个想走捷径的同学 好,那么这边咱们回来 还是引发一下剧情 走到这里中间 就会引发剧情 然后会有非常多的飞鸟和弓箭手 这边呢要放这个 就是当心被压倒 放这个哈利斯军团 先把弓箭手全部清干净 剩下这些飞鸟呢 咱们可以用这个石化 让它们全部摔碎 这样的话 红红会比较多 然后站位呢 尽量站在这两边 这个平台会帮你卡住的地方 这样就不用不用担心 被那个滚轮给压倒了 那平台上面 如果你站上去的话 站的时间久 上面会喷火的 那个火焰被喷到好像是直接死亡吧 反正那个平台上面还是少站点 比较危险 这边 当心点 这边转红纹也是转的非常爽啊 差不多了吧 还有吗 好 这里还有 最后那几只帽斯刷出来比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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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地上画的那个像呢 是说好像是一名凡人跟宙斯 这个对抗 这个是有一些寓意的 好 那么咱们最后是来到了这个潘多拉的盒子这儿 这边看到哈迪斯 这边看到哈迪斯 宙斯和波赛东 这边三兄弟 哎 波赛东好像还有点啤酒度啊 这边这个三个神的雕像守护着这个盒子 好 那打开这个蛋一样的东西 这边这个盒子呢就露出来了 长得和三代好像不太一样了 一样吗 哎 好像是不太一样 三代我记得上面有很多手 这个上面有很多骷髅 好 亚典娜出来了 他说你的这个旅程呢是走到了终点 你是第一个碰到这个潘多拉盒子的凡人 现在时间还来得及 你要赶紧带着这个盒子回到亚典去干掉埃里斯 回到亚典城 回去拯救我的城市 那么咱们现在就是趁这个自动升降机降下去 这个地方降下去是哪呢 好 就是这儿这个盘多拉神庙的入口处 然后咱们把这个箱子给拖出来 这个箱子好像只有这个长边可以抓 短边是抓不住的 然后用脚踹的话也加快不了多少速度 你必须把潘多拉的盒子带回到亚典 你没有这盒子是打不过埃里斯的 那好 咱们就推着这个箱子前进 然后这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推到门口呢就会触发剧情 经过几千年 潘多拉的盒子终于是重现人间 Kratos找到了干掉埃里斯的方法 而这边远在亚典的这个埃里斯呢 也是得知了这个消息 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 哦 渺小的斯巴达人 你看来是找到了宙斯那个宝贝盒子 但是你是活不到看到打开他的那一天了 而我会看到他 他扔了一个石头过去 说再见了斯巴达人 你会在哈迪斯的深渊当中 永远腐烂 真的太准了这个 随着这个生命逐渐消失 他的意识又回到了那天晚上 就算是死亡 所有那些回忆那个景象 也无法从他脑子当中消失 他怎能忘记 他这个亲手杀死家人的这个事实 一个残忍的这个陷阱 是由战神安排的 我的妻子我的孩子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你们应该在斯巴达才对 好 你做了所有我希望你做的一切Kratos 现在随着你的妻儿死去 已经没有什么能让你回头了 你会变得更加强壮 你会变成死神本身 随着这个火焰烧了这个神庙 Kratos逐渐意识到 他真正的敌人是这个 曾经救过他一次性命的这个神 同时也是现在毁 毁掉他一切的这个神 从今天开始 你做的这一切的事情 都会留下记号 让所有人看见 你妻儿的这个骨灰呢 就会附着在你的皮肤上 永远不会消退 而随着那个诅咒 大家都知道 他成为了怎样一头野兽 他清楚杀死自己家人的事实 一个这个斯巴达之鬼呢 就诞生了 但是现在随着他的死亡 他最后还是失败了 随着这个 艾瑞斯的宠物带走了潘多拉的盒子 Kratos的意识渐渐模糊 他的灵魂坠入了哈迪斯的深渊 也就是冥界 Kratos 掉入了这个冥界 下面这个冥河在等着他 这个河流的力量足以带走任何一个人 包括这个最强的凡人 但是Kratos 他并没有想着死亡 他还要活着回到地面上 完成他的使命 这里他抓住一个NPC 他说你住手 你会把我拖到那个冥河下去的 我上面有一项试炼等着我完成 我必须爬上去完成他 这个船长 怎么又是你啊 这个船长非常悲剧的经常出现 而且每次都遇上亏爷 然后非常悲剧的又掉下去了 上一次是在那个第一个BOSS那 就是许德拉那 就亏爷这个一把扔到他喉咙里去了 好这边咱们来到了冥界 这个又是下一关了 这里补给一下 然后存档点无事 那么这个冥界呢 机关重重啊 首先这个跳跃平台 这个跳跃平台呢 有一些是死路 比如说左边那条路就是死路 那我就不走过去给大家演示 然后这个地方继续往前走 又是宝箱 然后这一次呢 这个右边这条路呢 是死路 左边那条是通路 这里后面的很多这个机关 我就 这个被割到呢 我就retry了 尽量这个 打的好一点 所以说中间有很多的这个 很多地方我都剪辑过了啊 也是希望大家见谅 也就不浪费大家时间了 这里这个这个兵呢 这个兵呢 就随便打了 但是这个地狱的兵啊 好像用石化是可以的 但是石化打碎以后没有红魂 不知道是为什么 反正咱们就用这个哈利斯军团 一路上去 是自动搜索敌人 好 这边貌似已经没有敌人 好走这个齿轮我也是掉下去过好多次 所以说中间也有一些剪辑 这边呢尽量用二段跳 这里这个齿轮还算是比较好 右边有这个宝箱 要是说这个不追求这个宝箱的红魂呢 直接这个一路冲过去 是还是比较轻松的 但是说要拿各种各样这些宝箱的话 这些宝箱往往在那些死胡同上 还这里注意这个弓箭手发射的箭都是散弹了 一下会发出这个四根箭比较危险 好比如说右边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分叉路 过来呢就是一个红魂宝箱 如果你不在乎这个红魂呢就大可以不来 这边这个 会滚的这个木头加上上面那些刺刀是很容易死掉的 特别是这个视角 这个视角还不是那个 怎么说呢 要是这个视角转180度难度会降低很多 但他就是不转 那没办法 这个战神这游戏是不能手动切换视角的 这比较郁闷 那这边还是原路返回 拿掉这个宝箱呢 就继续往那边那个 好这边这个好像宙斯之怒是可以升级了吧 咱们升一下升到顶 那这个宙斯之怒升到顶呢 那他的开出的这个新技能还是就是增加攻击力 蓄力的攻击力和普通弓箭的 诶可以看到蓄力可以蓄的更久了 这个蓄力攻击和普通攻击都会增加 不过宙斯之怒这个技能真的是不太用 特别是后期有了 诶这里停了 那么咱们等一会 后期有了这个哈迪斯军团以后 宙斯之怒就更根本不需要了 哈迪斯军团三级的话可以打到非常远的敌人 一会大家就看到了 好这地方我就retry了一下 前面走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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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掉下去了 非常久 那这边 反正这一期是录的比较悲剧了 本来说那个只录到那个建筑师之墓打出 就是刚到冥界那儿就停下的话 还就不会有这么多失误了 后期这个可以慢慢retry 但是这个录到那儿时间太短了嘛 只有20分钟都不到 所以我想把那个冥界全部都录完 诶这个转的非常快 我想把这个冥界全部录完 那这样一来呢就 中间就非常多的失误 我也懒得录了 懒得那个重录了 就这样的 中间我就剪一下 好这边刚才非常危险 可以看到越到后面的这个刀刃 就转的越快 好咱们再回到这根主的刀刃上来 这边这个弓箭手呢 要当心 如果你跳到空中被他射一下 很有可能被射下去 好这边呢是笔直往前走的 好这边呢是笔直往前走的 然后这边 这里有两个红红宝箱 这个红红比较多 然后这边有非常多的鸟 好那么就先是使用这个 哈利斯军团 牵制他们一下 过来开宝箱 开完以后呢再用石化把他们全部都照掉 哎这边有个鸟赶紧到右边去 你过来 哎那个鸟好像失踪了 好吧 这边再往这里走 哎这边左边这个平台上有没有东西啊 好算了不跳了 好像没有东西了 那这边还是这个哈利斯军团主攻 再配合这个石化光线 把这些 剩下的这些鸟全部照掉 那个好像掉下去了 好这边清干净的继续前进 这里是快到终点了 好等他转慢一点咱们再走 哎 好总算过了刚才那片非常弹腾的区域 好前面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难点 远处有非常非常多的弓箭手 这边存档点咱们无视 好先放一个这个哈利斯军团 可以看到这个哈利斯军团的攻击距离非常远啊 就飞到前面去搞定那些弓箭手了 那咱们这边就可以安心的跳跃 好这个平台差一点 这里鸿鸿非常非常多 哎这里这个箭要爆炸了 先下去避一避 还是放这个哈利斯军团 反正现在这个冥界当中战斗呢 就不浪费时间了 这一次本来就已经很长了 这边有两个牛头 这牛头也是比原来硬 不过哈利斯军团的这个攻击力还是非常霸道的 比波赛东之怒攻击力要高一些 但是波赛东之怒 他在这个人多的时候 表现比较出众 哎那个牛掉下去了 掉下去就没有红魂了 好这边右边这个台子清干净呢 就可以到左边 当然说如果你不愿意杀这些敌人呢 前面那个封印就可以直接用那个 阿特密斯之刃空中的方方圆 再配合这个空中波赛东之怒 直接跳过那个封印 就是利用不断上升的那个那个特点 直接跳哎这里先挂一会儿 等上面那个箭爆炸以后再上去 其实我想扔那个的 好哎这边不要被他们止下去 好这边这个牛头咱们用QTE干掉 毁一点这个绿魂 哎下面还有 好用石化是可以一击石化 但是没有红魂奖励 哇上面还有 这场战斗真的是非常漫长 大家不想打的话就直接跳过前面那个封印就行了 好这边这个人杀光呢封印就解除 然后前面这边要爬刀山了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难搞 我也是Retri了好几次 这个刀山呢它难就难在你不管爬到多高 万一被割一下是直接掉到底层呢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非常非常难了 倒不是说每次割到会少多少血 但是每次被割到都要重新爬一遍 这个就比较淡疼 这个虽然说可以用跳跃那个 加快这个移动速度 但是跳跃要看清楚 因为有时候跳上去刚好是一个那个刀片 而且是在屏幕外面呢 你就看不见 所以说这边跳跃也是比较讲技巧的 如果说像我这样还是老老实实 这个慢慢爬吧 不是说这个不用跳跃就爬不上去 这边看清楚 然后在这个安全的地方多待一会 总的来说这个也不会这个非常难 这边当心差点没割到 那这边跳上来是有一个鸿文宝箱 然后右边是有两个弓箭手提前干掉 宙斯之怒升级完以后一箭一个 然后这边上去之前先放这个哈利斯军团 好这边是第二个这个刀刃 那爬到那个 无伤那个有一个奖杯呢 说是这个无伤爬到这个顶端 但实际上你这个 爬到顶端肯定就是无伤了 因为被割一下他就掉下来了 所以说那个奖杯也是白拿的 相当于这个流程当中是 肯定会拿到的 而且那个奖杯好像 好像还是个金杯吧 金杯还是银杯 反正是一个必定拿到的一个奖杯 好这边慢慢前进 好这里先退一退 好等上面这两次过去呢 再上去 这个如果说不TA的话还是别跳了 我觉得这个跳非常危险 好几次都是快到顶的时候 哎跳一下就掉下去了 好这边这两个箱子咱们貌似用不着 好那继续前进 这边又是这种平台 这个平台呢 跳的时候总的来说还是要当心点 注意这个脚下的那个影子 这边右边去是一个这个宝箱 拿好以后回来 好这边跳回来还是有点危险的 有时候会掉下去 这边往前跳的话就没什么危险了 这里上去以后呢 是会刷出那个潘多拉守护者 这个山羊头 不过这个山羊头好像还是跟 地面上的那样差不多吧 没有感觉好像有多大强化 好这里可以看到干掉这个山羊头呢 干掉一只那边就伸起来一个台子 那这边一定一共要干掉好像十只还是十一只吧 才能让前面那个平台全部升上来 那咱们还是这个 哈迪斯军团加波赛东之怒 节省点时间 这个硬拼的话要打半天 如果说用武器攻击的话就尽量用那招 方块方块然后第三下方块按住那招 哎这边 好这个这个干净retry 失误一下 好 好 杀掉这些这个守护者呢还是会掉很多蓝魂和绿魂的 所以说如果说是正常流程的话 魔法也是可以经常用的 而且这里魔法用光不要紧 上去还有这个伏子 这一战甚至可以把那个众神之怒也用掉 而且在那个众神之怒这个状态下是蓝魂无限的 这个在最终boss战当中也是经常要用到的 好 最后一个了 咱们用这个普通攻击干掉他 哎 好死了 那这边这个两个箱子咱们就不开了 这里这个最后一个台子升起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左右都有红魂箱子 那这个就是这个还是要剪一下的 红魂也比较多 而且也没什么难度 那像那个前面次轮那的那个 这个红魂箱子 不想剪就可以不剪 反正这个红魂到后 后面那个boss战的时候 还有 有个地方可以刷的 这个到更新到boss战的时候 再跟大家说 哎前面这两个弓箭手当心点 众神众神之怒 这个啊不是这个宙斯之怒好像打不到啊 他们在高处 好 抓一个甩死另外一个 哎 那个没甩死 这边弓箭手 HP也是厚了不少 不过相应的这个红魂奖励也是比较多 杀掉以后 好快走到尽头了 这个非常有难度的冥界 好上面掉下来一块这个石头 这个奎也感觉到莫名此妙 那不管怎么说 好先沿着这个绳子往上爬吧 好这边非常神奇了 从这个绳子呢就爬回到了这个先知神庙 啊 Kratos 哎 这个时间刚刚好啊 我也是刚好挖好这个坟 哎 Kratos说你到底是谁啊 啊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不过 好 现在你赶紧去救雅典城 雅典城需要你 哎 你是怎么怎么知道我会爬上来 好这个老头子说了一句话说 这个并不是只有雅典娜一个神在关注你 你赶紧完成你的使命 这样众神会宽恕你的罪恶 好这个神这个老头子 背景比较强大了 有可能是这个宙斯 好当然也是纯属猜测 好 这里存一档 存下档呢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最终站再见